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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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come to the JR Lee Podcast 欢迎收听我们的Podcast节目,我是JR 究竟呢,是内向的人还是外向的人比较适合当领导者呢? 还有呢,越是聪明的人,在带领组织的时候为什么越容易遇到瓶颈呢? 还有呢,为什么大部分的脑力激荡会议都是有开等于没有开浪费时间?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卓越的领导者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好,那今天这集Podcast的Source它的资料来源呢 是来自于Adam Grant,这位现在非常火烫烫火红的宾州大学华顿商学院的组织心理学者 他写了两本书,在台湾也都蛮有知名度的叫做 Think Again,逆思维 另外一本是Hidden Potential,隐性潜能 那这两本书呢,都是蛮近期的书 Think Again是2021年的样子 然后Hidden Potential,隐性潜能这一本是去年才出的 所以都是蛮更新的一些关于组织心理学的资讯和资料 我自己是非常的喜欢啦 那各位都知道我上一个月休息了一个月的时间嘛 在这段时间呢,就很好的充饱充电了自己这样子 那在这段时间当中,我就把这两本书给拜读完了 那我必须说,我真的还蛮喜欢的 而且我就拼命疯狂的推荐给我很多的朋友 特别是那些有在担任领导职的人 我就特别推荐给他们说,一定要去看这本书 那我自己以前是商学院的 在商学院求学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有学习所谓的这个组织行为概论 当然那已经是不知道几百年前的事情 而且早就忘光了,课本也丢了 那过去我们在podcast里面讲到很多关于这个个人心理学的部分 Adam Grant他的强项就是在于组织心理 所以今天我们从一个个人的范畴呢 扩大到一个组织的范畴 我们来看看一个组织需要什么样的文化 需要建立什么样的心理 才能够兴盛,才能够成长 那当然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领导者 好,另外一个参考的资料是来自于 我们已经引用了无数遍引诱到烂调的 成长型心态这个名词的创作者 史丹佛心理学者Carol Dweck 那他专精的领域其实是在教育领域 那我觉得他的内容呢 其实是蛮适合放在这一个单元里面的 他的著作叫做Mindset 心态制胜 这应该是2006年的著作了 如果我讲错的话请原谅我 那在他的著作里面呢 其实也有把他的理论很多的运用在商场上的领域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来看看Carol Dweck 他讲了些什么 那在一头跳进去之前呢 当然如果你喜欢我们的podcast 认同我们的里面 想要给予我们一些实质上的帮助 事实上你们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在资讯栏位 在留言区找到我们的相关赞助 抖内连结 那在台湾区的朋友们呢 有一个连结可以给你们使用 在海外的朋友没有关系 这段期间我们也设立了一个海外可以用的平台 就是PayPal 那这两个平台的抽成呢 都是大概3到8%之间 其实是相对蛮低的 如果你说这个某Y某T平台的话呢 它可能要到30% 所以透过这两个平台 给予我们实质上的帮助呢 让你的心意不被稀释 支持不被打折 非常的感谢你们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好的 那我们就一头跳进去这个浩瀚的组织心理学的领域吧 所以什么样的组织会发展 什么样的组织会成长 会新盛呢 我们先引用一个经典商管类书籍 Good to Great 从A到A加 如果你有听过这本书的话呢 代表你可能跟我一样 有一点年纪 他里面有提到说 一个绝对的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领导者的类型 在每一个卓越的案例当中 都扮演着关键角色 就是领导者的类型 那我们就好奇啦 领导者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特质 我自己在看了这么多的 不是说不能说这么多啦 这些资料之后呢 我自己把它分成了四个面向 比较好吸收消化 我认为这四个面向是 心态方面 思维 技能 和品格 这四个面向 心态 思维 技能 品格 那它分别是成长型心态 科学家思维 立社会技能 还有自信的谦逊 那今天这一集podcast呢 我们就会逐一的 针对这四个面向来去做讨论 好 所以话不多说 第一个 领导者需要什么样的心态呢 成长型心态 那么我们讲到成长型心态之前 它的反面是什么呢 固定型心态 什么是固定型心态呢 就是认为自己的智商 才华 能力是固定不变的 这叫做固定型心态 它的相反面 成长型心态就是 认为自己的智商 才华 能力 是可以随着你自己的努力 采取不同的策略 别人的帮助之下 而有所增长的 好 所以当一个固定型心态的人 成为了领导者之后呢 他因为啊 相信自己的才华 是固定不变的 所以一旦遭遇失败的时候 他会认为自己被否定 认为自己被全盘否定 因为他认为 才华是固定不变的 那也因此呢 他会有一种 无时无刻都需要 被认定的需求 总是在寻求别人的认定 那他用的方式可能就是 试图总是在证明 我比别人强 我比别人行 甚至去打压别人 好 这是固定型心态的领导者 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现象 相反的 成长型心态的领导者 因为他相信自己的才华 是可以藉由努力 采取不同的策略 别人的帮助 而成长的 所以他的失败 不等于被否定 他的失败等于说 现在的我还不足以成功 但是我有成长的空间 所以他会认为说 我还有努力的空间 我可能换个方法 就可以成功了 所以这两种心态 最大的一个差异呢 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 这句话是出自于我 JR名言 One is always trying to prove while the other is constantly trying to improve 一个总是试图要证明 另一个总是尝试要进步 prove and improve 这两个英文名词 领导者的心态呢 其实是会渗透到组织里面的 会影响整个组织文化和风格的 那固定型心态的人呢 他的倾向是什么呢 他喜欢跟比自己弱的人比较 因为跟比自己弱的人比较的时候呢 会为自己带来一份确信感 OK 我是强的 我的才华得到了认定 那固定型心态的人 变成领导者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很不一样的一点是 当他成为领导者之后 他开始实际握有权力 足以削弱 任何对他地位有威胁的人 这些被削弱的人往往是什么呢 组织里面那些最有竞争力的人 所以这也就会形成一种文化 就是大家不敢冒出头 有才华的人呢 要么就不敢出头 要么就离开 大家不敢挑战权威 而这会衍生出一个问题就是 逐渐的这个组织的竞争力 就会慢慢被削弱 而且会鼓励一种 阿谀奉承的文化 为老板独尊这种文化 这是固定型心态领导者 可能会出现的一个现象 那成长型心态的领导者之下呢 他会鼓励一种 学习承认错误 尝试新方法的组织文化 好 我们大概可以理解 我讲一些故事 讲一个故事让大家更好了解 我自己在出社会工作之后呢 有一次我跟某一个主管 那这个主管他比我资深 不过因为稍微有一点交情 所以还算能够聊 有一次呢 我们就坐着吃饭聊天的时候 就谈论到他带的部门 因为有一点熟 我就讲着讲着 我就有点 可能有点白目吧 我就说呢 这个你带的部门里面 有某一个小组 那个小组里面的人啊 我觉得好像要重新找了 我觉得他们 可能普遍来讲能力不足 这时候他的主管看着我 他就说 他们不是能力不足 他们是需要被栽培 And that stuck with me 我就一直记得这句话 直到今天为止 其实感觉有一点惭愧 有一点不好意思 我在看待这个部门小组的成员的时候呢 我是带着一种固定型心态 我认为他们没有才华 他们不会成长 这个组织没有希望 必须要换人 可是这个主管他认为啊 他们需要的是成长的时间和空间 而他的工作就是要带这些人 这是很不同的两个思维 这位主管带着成长型思维来带人 而我带着一个固定型心态 来看待他底下的人 讲起来蛮不好意思 但固定型心态 成长型心态 不是就一分为二 非黑即白 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 落入固定型心态的时刻 也会有进入成长型心态的时刻 那我们要做的就是 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我现在是不是落入了 固定型心态的陷阱啊 我是不是应该要转换成为 成长型心态 这是可以改变的哦 那特别当你是领导者的时候 你要知道你的风格 你的认知 你的心态 都会渗透到组织的每一个角落里面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成长型心态很重要 我们马上看到第二个 领导者要带着什么样的思维呢 领导者要带着科学家的思维 什么是科学家的思维呢 科学家思维 我们给他一个定义好了 就是总是试图要寻找真相 而且会反复的试验 我们自己所提出的假设 借此验证和发现新的知识 我想说举一个例子 讲举几个例子 让大家比较好理解 举这个例子呢 我相信可能会有少数人觉得 有点被冒犯 我绝对没有要冒犯之意 我只是举例 我们常常有说在网路上啊 或者在这个聊天的时候 会开这个客家人的玩笑 说你好客家人 就代表说你很省钱 对金钱比较资助比较一点 OK 好我相信光是听到这里呢 有些人觉得说 可恶 怎么可以开我们客家人的玩笑呢 姑且且慢且慢且慢 没有冒犯的意思 假如今天你真的是客家人 你是客家人 你听到别人在开这样子的玩笑的时候 你可能深深感到被冒犯 你可能会有些情感上的 觉得很难过 很挫败 好 可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呢 当你选择违背自己的情感 违背自己的主观意识 然后试图去了解 大家都开这种玩笑 那到底有没有根据 究竟我们的祖先的文化 他们的生活方式 他们的经济模式 他们遭遇到的挑战和困难 是不是形塑出了 我们的祖先真的有这种 对于自己的财务比较保护的 这样子的一个文化习俗呢 也就是说 即便你内心的情感是很矛盾 很冲突的 但是你愿不愿意用一种更客观的角度 来去探索 这个玩笑到底它是不是真的 到底有没有它的根据 到底是不是其来有自 有可能是 也有可能不是 但你有没有用这样的思维来去看待这件事情 我觉得相当不容易 但是这就是科学家的思维 我们再举一个更好理解的例子好了 讲到政治 讲到政治呢 大家就会抓起来 我很害怕 我觉得我几乎每一个podcast底下都会有人有政治性的留言 即便我完全没有提到政治 好不过我们就是要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对不对 我们就想举这个例子 台湾的政治 或蓝或绿或白 无论你是哪一个政治倾向 今天假使这个总统赖清德 他提出了一个政见 你能不能够超脱自己的意识形态 来去用相对客观的方式去approach 去理解他所提出的这个意见和政见呢 或者是说我们前总统马英九 他提出一个看法 他特别会提出一些像是对两岸的看法 我知道每次讲完之后呢 有的人就很跳脚 有的人就觉得很支持 都有 但是当你听到这样的看法的时候 你能不能够放下自己的政治倾向 政治的主观意识 然后去尽量客观思考 我必须要说客观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尽量去探究看看 他的这个看法到底是不是有根据 到底客不客观 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或许你不喜欢前总统马英九 或许你不喜欢现任总统赖清德 但是他们所说的话 有没有可能有时候对你来说 其实是有道理的呢 这个就叫做intellectual integrity 之前我们的podcast里面也有提到 知识上的政治性 那这就是科学家思维 他所探究的东西 即便违背了我的情感 违背了我的主观意识 但这个东西是不是客观的 这个东西是不是真实的 他追求的是真相 好 那有这么一个研究 这个研究是针对了 美国的历届总统 从最早期的什么林肯 然后一路研究到 可能Joe Biden maybe 他在研究历届美国总统的个性和特质 然后他发现了 在他们控制其他一切的因素之下 那这些因素就包含了任期的长短 包含任内有没有发生战争 有没有丑闻等等 在控制这些因素之下 唯一会一致性的显示出卓越的指标是 这些总统对于知识的好奇心 以及思维开放的程度 对知识的好奇心 以及思维开放的程度 例如这些很卓越的美国总统们 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hobby 就是他们很喜欢广泛的阅读 他们阅读的范围 不仅止于政治 而涉及到 涉略到生物学 哲学 建筑学 音乐 国内外事物 他们对于新的看法会感到好奇 他们随时在挑战和更新自己的想法 这句话很重要 随时的挑战和更新自己的想法 那最近我读了一本书 是David Brooks写的 How to know a person 那这是比尔盖茨 他2024年夏季的选书单 里面就有提到一个小小的故事 他提到说 这个美国的前总统小布希 他是一个极富个人魅力的人 他可以跟任何人称兄道弟 包含跟他死对头的这些政敌 都可以谈笑风声 有一次在他州长任内 他跟他的民主党死对头 在那边开会 开会到后来呢 这个死对头啊 就跟他说 这件事情我绝对不能同意 除非你搞我 他是用F那个字 除非你操之在我 不然我绝对不会同意这件事情 这时候小布希做了什么呢 他立刻站了起来 然后走了过去 然后就用嘴巴亲了他的嘴巴一下 那个人就觉得很闭下放 瞎了 你在搞什么鬼 你在干嘛 你有病哦 这时候布希就说 你不是说要搞你吗 那不用前戏吗 他真的是一个很北南的人 结果原本这个剑拔弩张的会场 瞬间就哄堂大笑出来 他就是有这种能力的人 非常有个人魅力 小布希 那他也提到说 小布希他对于知识的好奇心 奇迪无比 奇迪无比 他怎样讲 他说呢 他们做这个总统简报会议的时候呢 小布希经常是只听片面之词 而且他对于某一些议题的了解 可能仅止于读过某一本书而已 最了解的都是很自知片面 那后来他当然就延续的提到说 后来就发生了这个伊拉克战争嘛 这个美国就说这个伊拉克拥有核武 就把人家打下来之后发现 根本没有核武这件事情 当然我不是要犯政治 只是提到这本书的内容 对于知识的好奇心 愿不愿意随时挑战自己的想法 这就是科学家的思维 我们再来讲到大家非常熟悉的 最近iPhone16要出了嘛 对不对 已经出了嘛 对不对 到处缺货 我去看 贾伯斯 贾伯斯呢 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有深远愿景的人 当初苹果电脑快要倒闭的时候 快要破产的时候 就是因为他开始了iPhone的世代 所以让苹果电脑整个翻转了过来 当然现在不叫苹果电脑 现在叫苹果 可是呢 事实上是什么呢 事实是 当初贾伯斯是 非常反对跨入手机失业的 非常非常极力反对的 其实有愿景的是他的员工 在2004年呢 有一小群的工程师 就跟这个贾伯斯提出说 我们可不可以把 我们现在最热卖的这个iPod 转变成一只手机呢 这个idea怎么样 贾伯斯的回应是什么呢 在中文版的书籍里面 他提到说 你们干嘛会想这么做呢 可是如果你看英文版 贾伯斯说的是 Why the F would we want to do that 他差的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是我听过最蠢的idea 贾伯斯这样的回应 那如果你了解 一点这个贾伯斯私底下的面向的话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 非常的会让人害怕的人 但最后呢 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是这些小小的工程师们 说服了贾伯斯 他们首先的这些工程师 他们打破了对手机的既有认知 他们重新去思考 这个通讯产品的本质是什么 他只能打电话吗 他能不能够结合iPod 变成一种不同的商品 他们挑战了自己的思维 那虽然贾伯斯一开始是反对的啦 但是终究呢 他也挑战自己的思维 重新的去看待这件事情 用一种科学家的思维 然后他同意了 他开了绿灯 后来就展开了iPhone的纪元 就让我们永远记得 第一次贾伯斯站上台 做iPhone的presentation的那一天 好 这个故事呢 为人所津津乐道 Adam Grant在他的书籍当中 有提到说 在心理学的领域当中 最容易开启偏见模式的 有两种偏物 这两种偏物分别是 confirmation bias 确认偏物 还有desirability bias 期许偏物 那分别的意思是呢 我们只看得见 我们期待看得见的 还有我们只看得见 我们想要看得见的 那Adam Grant后来就开了一个玩笑 他就说呢 还有一种偏物啊 就是 我没有偏见的偏见 我觉得这蛮好笑的哦 殊不知呢 这些偏物呢 这些bias呢 更容易发生在 聪明的人身上哦 还好我不聪明啊 所以啊 我觉得我相对 应该比较没有偏误吧 还是这也是 没有偏见的偏见 更容易发生在 聪明的人身上 Adam Grant说呢 mental horsepower doesn't guarantee mental dexterity 强大的思维能力 并不保证 思维的灵活性 我觉得这句话 蛮重要的哦 强大的思维能力 并不保证 思维的灵活性哦 就有研究指出哦 IQ测试越高 人越容易陷入 刻板印象 这是有原因的 因为你的大脑 它辨识规律的速度 就越快 OK A会连接到B 会连接到C 所以A可以直接跳到C 它辨识的速度非常快 所以它相对的 更容易陷入刻板印象 那另外呢 很近期哦 有一些研究指出呢 越是聪明的人呢 他在更新自己信念的时候 会越是感到挣扎 越是不容易哦 譬如 假如今天 你是一个数学天才 这件事情就绝对不会 跟我有任何相关性 如果正在聆听Podcast 你是一个数学天才 让你去分析数据的时候 表现会比较好吗 诶 答案是肯定的 肯定比较好 但是 有一个很重要的单数 但是 当你在分析的数据 是抵触到你自身的意识 形态的时候 譬如我们刚刚讲的蓝绿 白 不能漏掉 不然会被骂 或者是我们讲 美国的枪支管制议题 这时候你的数学天赋 反而会变成一项负债 好 你的数学能力越是好 在分析跟自身观点 抵触的资讯的时候 你的表现就会变得越差 例如 美国民主党的支持者的 数学天才 他在分析支持枪支管制政策 是无效的数据的时候 他的表现就会几惨无比 相反的 美国共和党的支持者的 数学天才 他在分析支持枪支管制政策 是有效的 这样的数据的时候 他的表现也会奇差无比 所以Adam Grant说 Being good at thinking can make you worse at rethinking 擅长思考 反而可能会让你不擅长 重新思考 这真的是一个 很大的paradox 越会思考的人 反而有可能 在重新评估的时候 会遇到更大的瓶颈 所以什么是重新思考 rethinking的定义呢 这个定义是 不单纯只是思维开放而已 而是积极地搜寻 我们为何可能错误 而不是我们一定要正确的理由 并且根据我们学到的 来修正自己的观点 这个就是 重新思考 rethinking 这个观点呢 贯穿了他整本书 逆思维 那讲到聪明的人 在这里呢 我想要讲一个题外话 我常讲到正向心理学之父 Martin Seligman 我非常喜欢他的著作 我有一本他的清签书 我非常的开心 我非常感谢我的朋友 送了我这本清签书 Martin Seligman 他有一个德意门生 叫做Angela Duckworth Angela Duckworth 同是这个 冰大的心理学者 我跟你讲 很多很知名的 当红炸子机的心理学者 几乎都集中在这个 冰州大学 你说马丁塞利格曼也好 Angela Duckworth也是啊 然后这个Adam Gritt也是 哇真的是 重心云集啊 这个地方啊 那Angela Duckworth呢 她就是畅销书 Grit 横溢力的作者 这本书在台湾 其实也有很大的知名度 出来的时间 有一点久了 就是 横溢力 Grit 殊不知的是呢 其实Angela Duckworth 她有台湾血统 不知道是爸爸还是妈妈那边 但是她有台湾血统 不会讲中文 就是了 然后她在台湾版的书籍里面 有一段是写给台湾读者的信 你可以特别留意一下 Martin Seligman 她提到说 她这个德意门生 Angela Duckworth 当他们初次见面的时候 她就发现 Angela讲话超级快 她的语速非常快 那其实Martin Seligman 他自己也是一个讲话 蛮快的人 在Martin Seligman的著作里面 他有提到说 速度其实跟智力 是有正相关的 我必须强调 这不是因果关系 不是说你讲话很快 你就是天才 不是这样子的 有些人单纯就只是爱讲话而已 OK 它不是因果关系 它是有正相关 白马是马 但马不一定是白马 理解 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大脑在处理资讯的时候 其实每天 我们有数以万计 百万计的资讯 在进出你的大脑 所以很多的时候呢 你的大脑就像是 手机在处理这个背景程式一样 是自动化的 autopiloting 是自动处理的 自动化的好处就是呢 它会腾出更多的大脑空间和资源 让你可以去进行一些 更高阶的思考 所以聪明的人呢 很多的时候 他是在自动化 他的一些大脑处理的资讯流程 那在Martin Seligman 他2010年的书中 有一个小标题就写着 慢下来的美德 或者是说慢下来的特质 The virtue of slowness 它里面就有提到说 其实心智上的速度 会有相对的代价 也就是说 当你大脑不断地在超捷径的时候 往往容易忽略细节 可是相反的 当你刻意放慢速度的时候呢 这等于是让你的大脑 可以让执行功能来接管 这包括了专注 记忆 新资讯的运用 还有创意力等等 所以Martin Seligman 我自己读他的著作的时候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虽然他没有自己这么讲 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我觉得 他说他经常提醒自己 要放慢速度 要慢思 慢想 慢说话 要减少他大脑 不断超捷径的这个现象 好 所以我们讲到聪明的人是这样子 那在天平的另一端 能力不好的人呢 有一个东西叫做 Dunning-Kruger effect 达克效应 当我们缺乏能力的时候 我们反而是最有可能 会呈现过度自信的 这个现象就叫做 达克效应 所以在这个原始的研究当中 达宁和克鲁格这两个人 他们就做了一些测试 给受试者做了一些测试 包含逻辑推理文法 那他们发现了 这些受试者当中呢 分数最低的那些人呢 通常往往自我感觉最良好 平均上呢 这些人相信自己 胜过62%的同才 但是实际上呢 他们只赢过12% 这有很大的落差 也就是说呢 能力最低的人呢 往往反而容易过度自信 这就是达克效应 然后过度自信的人呢 又可能特别爱讲话 然后这又会造成 另外一个问题 那这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待会晚一点再讲 OK But anyways 一个好的领导者 一个优秀的领导者 他必须要带着 科学家的思维 而且你越是聪明的人呢 你越要放慢自己的思考 做事情 讲话的速度 科学家的思维 Alright 那么接下来 领导者需要什么样的品格呢 我们讲到品格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 这个很笼统 这个大灾问 我们稍微缩小一下范围 在自信和谦虚 这两个看似天平两端的特质之间 这种品格之间呢 哪一个赎亲赎众 好 有一个非常严谨的研究 针对了美国和中国的领导效用 做研究 他们就发现最有生产力 和最有创意力的团队领导者呢 不是最有自信的 但也不是最虚怀弱骨的 而是在自信和谦虚的分数上 都拿到最高分的领导者 Alright 小孩子才选啊 大人都要 两者兼具 这样子的人才是卓越的领导者 他们叫这个自信的谦虚 Confident Humility Confident Humility 拥有自信的谦虚品格的领导者呢 他往往会带出最有生产力 和创意力的团队 那你会觉得说 自信和谦虚 这两个概念不会抵触吗 那是因为我们往往对谦虚 有一种错误的误解 我们认为谦虚就是一种 自信心低落 但谦虚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谦虚是一种务实 很接地气 认知到我们都有缺点 我们都有可能犯错 这样子的一种美德 那自信呢 就是我相信我自己的程度 Alright 那什么是自信的谦虚呢 就是你对自己的能力 怀抱着信心 可是同时你也明白 你自己有可能 没有在用正确的方式 解决问题 或者是根本没有在 解决对的问题 我相信我会成功 但是我现在用的方法 正不正确 是另外一回事 有可能是错的 我必须要用科学家的思维 来去探究它 Alright 这就是自信的谦虚 那么这样子的领导者呢 在对自己充满自信的同时 却又会时时刻刻的检讨 挑战自己现有的想法 那么自信的谦虚 是可以经由学习获得的吗 我们往往会问说 这个个性啊 这个养成的性情啊 这不是蛮大一部分是天生的吗 这有办法养成吗 好 这边我们就也可以打破一个 我们往往很容易有的 一个错误理解 个性和品德其实是有差别的 是不同的概念 我们常常混为一谈 Personality and Character 个性是呢 你天生或者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养成的性情 当然这相对比较不容易改变 江山一改 本性难以 讲的就是这个 但品格是什么呢 品格依据Adam Grant的话 我直接引用他 他说 I now see character less as a matter of will and more as a set of skills Character is more than just having principles It's a learned capacity to live by your principles 我现在认为 品格与其说是意志的问题 不如说是一套技能 品格不仅仅是拥有原则 而是学会依照自己的原则来生活的能力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你们一定可以马上就理解 这个基督教里面讲说要爱仇敌 要爱那些恨你的人 害你的人 All right But when you put to the test 当你真的面临这样的考验的时候 你能不能够真的做到 OK 我们都拥有这样子的价值观 以基督徒来说 我们也知道这样子的原则 可是当你真的遇到这样子的挑战的时候 你能不能够用在自己的生活里面 这个就是品格 所以说如果说这个个性是你的习性 是你的一个基本的本能 那么品格就是你如何让你的价值观凌驾于本能的能力之上 这个就是品格 品格是一种能力 它可以是一种技能 它可以是学习而来的 那在西非呢 西非洲他们曾经做过一个实验 这也是近几年的实验 他们征召了1500个小型企业的创业家 然后他们把他们随机分成了三组 那第一组是控制组 也就是不去干预他们 第二组和第三组是训练组 也就是在一个礼拜的时间当中 透过个案研讨 角色模拟扮演 来学习新的知识 不过二三组的差异是什么呢 其中一组呢 它是接受主要聚焦在商学院的课程 财务管理啊 会计 人力资源管理 还有行销 但是另外一组 他们把它聚焦在品格训练 那这个品格训练的课程 是由一组心理学者 所设计出来的课程 它里面就包含了 积极主动性 纪律 决心 然后帮助这些人 把这些特质 把这些品格 融入在他们的商业行动当中 好 所以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 接受训练的这两个组别 他们的利润都很显著的成长 但是 其中接受品格训练的这一组 又是大过于商业课程组的这一组 接受品格训练的这个组别 他们的利润在未来的两年之内 增加了 百分之三十 而且是商业组的租租三倍之多 所以有在在的证据显示 不只是这一个实验 而是许多的证据都显示 品格技能 不但可以为我们开启更多的机会 而且它是一个可以学习而来的技能 那我们都听过啊 这个品格成功论 品格最重要 我最近在吃饭呢 外面餐厅吃饭的时候 看到一个2010年的杂志 是怎样放了14年在那里吗 2010年的杂志 那个封面就写着品格力 很久以前就有人在探讨品格 至于成功的重要性 那我们就不禁怀疑啊 真的假的啦 会不会太单纯了 会不会想得太简单了 好 我们来讲一个实验 就是1980年代晚期 在美国田纳西州 他们进行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实验 他们让一万一千名的学生 随机分发到79所学校 那这些学校呢 年龄层包含从幼儿园 幼儿园到小学三年级的班级都有 那他们的原意是这样 他们原本想要测试 小班制的学习效果 可是后来啊 有一位经济学家叫做 Rad Chetty 他把这个研究的研究数据 拿来做其他的分析 他去分析 教室之间的差异在哪里 然后他有一个惊人的发现 他发现 他们竟然可以依据 学童幼儿园园时期的老师是谁 去成功推测他长大之后的经济收入 好不好 结论是教学经验更丰富的幼稚园老师呢 他所带出来的学生 到了25岁的时候 他的年收入是显著的比他的同才还要高 这非常的惊人 你不觉得吗 幼稚园就可以去predict 就可以去预测 你成年时候的表现 到底为什么 到底为什么 我们会想说 是因为这些小朋友 从小先学了第二外语吗 是先学了数学吗 是先学了什么东西啊 那么的确的 的确被这些教学经验丰富的幼稚园老师 带过的小朋友呢 他们的数学能力 他们的阅读测验分数 是比其他小朋友更高的 没有错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蛋 很大的but 很大的屁股 有一个很大的蛋书 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学科上的差距 在几年之内 他们上了小学之后 几年之内呢 就被同学迎头赶上了 也就是说提早让他们学这些东西 是让他赢在起跑点 但是往往没有实际的长远效益 那如果这么说的话 究竟这些小朋友 是被开发了什么能力 让这个影响力 是足以被带到他们成年呢 这不就让人家觉得很好奇吗 我自己看这个研究的时候 真的觉得相当的 wow eye widening 让我们继续听下去 Rad Chetty和他的研究团队就发现了 关键就在于 这些幼稚园时期 有被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教过的学童 普遍的后来他们在小学四年级 甚至到了八年级 也就是国二这个年龄 那时候的老师 在四项评价上面 都给他们很高的评价 而且是比同才高很多的 这四个特质是什么呢 分别是积极主动性 立社会性 纪律和决心 积极主动性就是 这些孩子们 有没有主动提问 有没有自愿回答问题 有没有自己会去从书本当中找答案 或者是课堂外主动去请教老师 这个频率高或者是低 积极主动性 立社会性 英文是Pro Social Skills 待会我们也会一再地提到 立社会性 利润的利 立社会性简单来讲就是 这个小孩子 他跟他的同伴相处 和合作的状况好不好 再来 纪律 孩子集中注意力的能力 还有克制冲动的能力 最后 决心 孩子在遇到挑战的时候 是不是能够坚持到底 他是不是能够在 分内的工作之外 自动自发去做更多 这是决心 这四项特质呢 比起学科能力 更能够预测成年之后的年收入 而且这四项特质 它的重要性 是学科能力的2.4倍 也就是说呢 一个孩子主动积极 立社会 有纪律 有决心的程度 奠定了他生命的轨迹 我看了这个研究之后呢 我马上就丢给我一些幼稚园老师的朋友 真的 我觉得太惊讶了 主动积极性 立社会 有纪律 有决心 所以如果说呢 个性和才能决定一个人的起跑点 一个人的起跑点 那品格则是会决定 你可以走多远 所以与其说赢在起跑点 不如让孩子赢在终点 这更重要 品格会决定你可以走多远 而一个领导者所需要的品格是什么呢 需要的是自信的谦逊 confident humility 这是第三个 最后呢 我们要讲到领导者的技能 领导者需要什么样的技能 但是我想先问你们一个问题 也就是我们在节目开头的时候有问的 到底外向的人还是内向的人 比较适合担任领导者呢 我常常现在遇到人就问别人这个问题 因为我很想听听看 他们背后思考的逻辑是什么 来你们思考看看 外向者还是内向者 哪个比较适合担任领导者呢 好 那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根据统计 根据统计 美国也好 中国也好 领导阶级管理阶层 在这个extraversion的这个评分上面 也就是这个内外向的光谱上面 分数是偏向外向的 是偏向外向的 也就是说世界上有更多外向的领导者 甚至有另外一个研究 这个研究是针对4000多位美国的领导和管理者所做的研究 他们发现了世界上所有的人 内向中向和外向三者的比例 刚好就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 百分之三十三 那一般担任上司的人 就是不管你是在连锁速食店 是在公司行号 只要是担任别人上司的人呢 他们就有发现 内向的人呢 只占百分之六 而外向的人占百分之七十一 到了高阶主管 内向的人已经不到百分之一 而外向的人已经高达百分之九十三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惊人的数据 当然这是美国社会的一个现象 可是前一个研究有提到说 即便中国这个比较内敛的 内敛的国家文化 他们也是有比较偏向外向的 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好 那我们在选择领导人物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会有一个习性 各位可以思考看看 通常我们是不是会选择那些 最会讲话 或者是最爱讲话的人 是不是这样子 我可以举一个 我自己的一个小故事 我在国三升高一的第一天 我到了班上之后呢 我就到处跟班上的同学打招呼 跟他们say hello 跟他们认识 那可能这一幕被老师看在眼里吧 后来老师呢 就指派我当班长 那一当呢 就当了一年了 就当了一年的班长 树不知呢 树不知呢 不是因为我比较会讲话 其实刚好相反 其实是因为我是一个很害羞的人 当时 所以我很想要改掉害羞的习惯 所以我开学的第一天呢 我就跟自己说 你今天一定要去跟几个人讲话 你至少要跟你前后左右的人讲话 所以我刻意跟同学打招呼 跟他们哈拉 所以刚才 无心插流流成硬 就变成班长 当了一年 蛮好笑的 所以习惯性的 我们很容易去选择那些 好像比较敢表达自己意见的人 敢发表意见的人来当leader 来当领导者 那这就有一个效应叫做 The Babel Effect The Babel Effect 胡扯效应啊 胡扯效应 所以我当班长这件事也是胡扯来的 我们很多的时候呢 会把话很多的人误解为一种自信 他很有自信 所以他可以滔滔不绝地讲话这样子 然后我们又会倾向于把自信 视为一种能力 那我们刚刚就有提到了嘛 有这个Dunning-Kruger Effect 达克效应 通常越是没有能力的人呢 他展现出来的自信就越多 所以有一点是一个paradox 是蛮讽刺的一件事情 那囧的是 很多的时候那些最自我中心 最缺乏力社会技能的人 往往都成为领导者 都被选为领导者 Adam Grant在他的书中有一个助记 那这个助记呢 是这样写的 他说研究显示 自恋型儿童比较常被同侪提名为领导者 他们也认为自己是比较好的领导者 尽管事实并非如此 而且这种自恋者长大之后 常会破坏团队合作 alright 哇 真的是什么样的研究都有 要确实大开眼界 所以呢 回过头来再问你们 外向者还是内向者 哪一个比较适合担任的领导者呢 好 答案是呢 其实真的无法一分为二 非黑即白 有时候我们真的很容易陷入二元的思考 根据Adam Grant 他的自身研究 一个通用性的原则 要看人 看什么人 看被带领的人 alright 如果这个团队里面的人呢 都是比较被动的 都是等待上级指令的这种人的话呢 这时候外向的领导者 他带领的效果是最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外向者 他很有魄力的 可以传达他们的愿景 可以激励他的团队 跟着自己前进 你们跟着我 follow me 他有这种能力 但是今天当你的团队里面的人呢 都是很主动积极 而且充满ideas的人的 这时候 内向的领导者 会带来最大的效益 因为内敛 含蓄的领导者 表现的比较能够接受 来自下属的回馈 他们给人的感觉 比较receptive 好 所以无论你今天是外向 或者是内向 最好的领导者 不是智商最高的 不是最聪明的 不是最会说话的 虽然这些都是加分 但是最好的领导者 是能够让每一个个别的成员 融合为一个群体的 而这个就是 利社会技能 也就是我们前面针对 幼稚园小朋友的研究 也有提到的 利社会技能 Pro-Social Skills 简单来讲就是 能够促进人们互动 和谐和合作的能力 利社会技能 我们引用Adam Grant的话 他说 在另一种领导者的带领之下 团队最有可能发挥集体智慧 这种领导人有利社会的技能 把使命摆在自我之上 把团队凝聚力摆到个人荣誉之上 他们知道目标不是让自己成为团队里最聪明的人 而是让整个团队变得更聪明 我觉得最后这一句话呢 真的听了很心有所感 他们知道目标不是要让自己成为团队里最聪明的人 而是让整个团队变得更聪明 那在这时候呢 我就想要提到一个故事 2010年可能你有印象 2010年智利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矿难事件 2010年的8月5号 智利北部有一个矿场塌陷 那当场有33名矿工啊 就被困在地底700公尺 700公尺 是非常非常深的地底啊 数日以来呢 这些人音讯全无 没有人知道他们是生是死 生死未卜 虽然各路各领域好守 很多的顶尖人才都到了这个现场来想办法 但是整个现场是乱无章法 群龙无首 四天之后 智利的总统指派了一位领导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安德烈苏家瑞 安德烈苏家瑞 他是一个二十几年的采矿工程师 那他是被紧急征召的 他被征召的时候呢 他还在工作 所以他上了这个总统专机的时候 头上还戴着这个安全头盔 然后在机上他才知道他接受的命令是什么 要你去拯救被困在地底的33名矿工 那安德烈苏家瑞之所以会被选上了 虽然也是因为他有这方面的知识技术 而且相当受到尊重 但其他的人选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人选 他们也是啊 他们也是技术知识能力方面的佼佼者 那为什么偏偏是安德烈呢 因为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点 安德烈是以立社会技能着成的 推荐他的这一位高阶管理人员就说 安德烈他非常有耐心 他特别擅长倾听 并且在听取多方意见之后呢 总是能得出结论 Adam Grant 在他的书中 对于聆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阐述 什么是聆听呢 倾听也好 聆听 请听不仅仅只是少说话 而是一套提问和回应的技能 这起始于对他人的兴趣表现出关注 而不是试图评判他们的地位 或试图证明自己的优越性 接着Adam Grant又提到 许多沟通者试图让自己看起来很聪明 比起这个出色的倾听者 更关心让他们的听众感觉聪明 他们帮助当事人以更多的谦逊 怀疑和好奇来看待自己的观点 所以我们回到这个故事 安德烈·苏加瑞他到了矿难的现场 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倾听 他跟现场所有各个领域的专家 各个技术专家 甚至是包含其中一位 这个危机沟通心理学者 一个一个跟他们坐下来面谈 那很快的他就发现了 他自己原先的构想 是要透过这个隧道进入矿场 是行不通的 所以他马上就修正自己的想法 我们提到了 科学家的思维需要总是挑战 和去修正自己的既有认知 接着呢 安德烈他刻意地不把指挥权交给 现场最有经验的老手 而是把指挥权交给那些 有最显著的立社会技能的人 也就是最能够促进团队互动 合作和和谐的人 安德烈在事后回想 他说 不会有一位超级领导者 拥有所有的答案 我们必须要及时建立一个团队机制 和组织系统 好汲取团队智慧 所以呢 他就在矿灾的现场之外 而且我们讲的现场外 是数百公里之外 他设立了一个 专门搜集和检视 ideas的团队 那他之所以这么做呢 是为了让这个团队呢 不会受到那个现场很混乱 很高压力高张力的影响 所以这个单位设在数百公里之外 然后他们就向NASA发出邀请 请他们提供idea 他们请智力的国家海军提供idea 甚至向一些私人企业请教 他们也收到来自民间千奇百怪的主意 真的是千奇百怪 比如其中一个就是说 可以给一千只老鼠绑上紧急按钮 然后放入矿场里面 那总是会有一只老鼠找到这些矿工的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他们这个idea 他提到说 可以开一个小洞 然后把一个黄色塑胶质的小电话 就这样子垂掉 送到矿工的手里 那听到这个idea 现场的工程师 所有人都笑了出来 那还好呢 还好还好 不是每一个人都来搞笑的 其中有一个建议 就是建议说 我们可以凿开 并且制作一个九公分宽的一个管道 来运送水和食物下去 那后来呢 这个就成为了这些矿工们的生命线 这个真的救了他们一命 他们也借此呢 送下了一个高科技的摄影机给矿工 可以看到矿工们的影像 可是送下去的时候呢 他们发现这个音讯无法运作 他们听不到矿工的声音 只看得到影像 所以最后呢 这些科学家们呢 这些工程师们呢 拉下了自己的自尊和脸 他们后来采用了这个 黄色小电话的主意 垂降了一个小电话下去 而且后来这个小电话 运作得相当好 所以不得不说呢 有时候我们听起来很 很愚蠢的点子呢 因为有时候其实它成为了生命线 成为了救命线这样子 那有一天呢 有一个24岁的 非常年轻 在现场算是相当资钱的工程师 他的名字叫做伊格尔 伊格尔呢 他是要去现场送工具的 那他在过程当中就遇到了 负责监督这个专探任务的地质学家 那他就跟这个地质学家说 我其实有一个 可以更快接触到矿工的方法 那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 想不到的是这个地质学家就问他说 你可不可以在两个小时之内 做出简报 那伊格尔向上的震惊 这位地质学家要他 直接跟安德烈汇报 伊格尔完全没有料想到 会有这么一遭 那么安德烈真的就听取了 伊格尔的简报 在听取的时候呢 非常专注的倾听 他没有急着找理由要否决 而是寻找任何 可以让他接纳的理由 那伊格尔自己事后回忆到 他说啊 这个可能是眼前这个人 指的是安德烈 这个人 这辈子最重要的任务 那虽然我的经验少 年纪又小 但他还是全力倾听我的建议 一边提出问题 而且最后还决定放手一搏 他相当的震惊 那最后就是伊格尔的这个构想 在付诸实现之后 在矿灾发生70天之后 成功地救出了 三死三条人命 一个都没有少 事后呢 有针对这个2010年 智力矿难事件 做过最广泛分析的一个人 这个人是Adam Grant的同事 Amy Edmondson Amy就提到说 在一般的组织里面 伊格尔根本不会有机会 也根本不会提出建言 但在这个环境里 这里的文化 让他觉得他可以畅所欲言 而他也确实这么做了 所以纵观这整件事情 我们来看 因为安德烈 他临为寿命 我们不得不说 他除了有非常良好的判断能力之外 但更重要的恐怕是 他有足够的力社会技能 让他能够在这个充满压力 充满张力的环境当中 每天都在跟时间赛跑的过程当中 他营造出了一个 拥有很厚实的 心理安全感的组织文化 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还有他能够让这些各路精英好手 能够彼此之间合作无间 而且他让组织当中 最低阶层的成员 也敢勇于发声 而且也找得到管道发声 这就是领导者所最需要的 最重要的技能 Prosocial Skills 立社会技能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 什么是心理安全感 psychological safety 什么样的组织文化 能够带来最大的效益呢 具体来说 那我们又该如何来建立 这样子的组织和文化呢 嘿 这个呢 我们就下一集podcast再来讲 续集再来讲 好不好 本来呢 我坦白讲 我是想要一口气讲完 但是在整理资料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他整理的一个量 我们在整理大纲的时候 大概就可以预测说 你大概要讲多久 已经整理到13页左右的大纲 大纲不是竹子稿 大纲就13页了 那这样子我预测 大概就是要讲一个小时的时间了 我就觉得 不行不行不行 每次我讲了一个小时以上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快气节了快死人了这样子 所以呢 我就决定 OK我们把它分开来 今天这一集呢 我们讲到领导者的特质 下一个礼拜 我们来讲到说 那这些领导者们呢 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建立最有效的组织文化 敬请期待 那我们也就会回答到我们这个节目开头提到的另外一个问题 为什么大部分的脑力激荡会议都是有开等于没开 那我们可以怎么改善这个现象 是有方法的 这个问题我们下集再聊 We'll see you guys next episode 但是我知道今天这一集 光是今天这一集呢 资料就很多 所以稍微重点总结一下一个summary 卓越的领导者该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四个面向 这四个面向依序是心态思维技能和品德 那这四个东西是成长型心态 科学家思维 立社会技能 还有自信的谦逊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podcast 喜欢的话呢 如果你有能力 请注意一定是要在你有精进能力的情况之下呢 你对于我们的实质帮助 我们会非常的感谢 Can you给我们一些赞助和donation 我们在资讯栏位还有留言区有我们的连结 那在台湾区的朋友们呢 你们可以透过其中一个连结 在海外的 也可以透过我们最新设立的paypal这个连结 来给予我们实质上的帮助 那这两个平台的抽成呢 都落在3到8%之间 那它是远低于某Y某T的 大概30几% 是远低于这个抽成的 所以如果你能够透过这个平台 给予我们实质的赞助 真的真心的非常的感谢 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帮忙的 坦白讲 感谢你们 那现在也想花一点时间来感谢 给我们支持和赞助的朋友们 想要感谢Yvonne Yvonne非常的感谢你 还有透过paypal的 还有分皇 再来陈柏林她留言说 受益良多真心感谢 那她是针对我们上一集有讲到说 为什么现在的男生越来越废 做这一集啊 我自己是做得蛮开心的 因为我觉得她的学术含量 里面的研究含量是非常高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留言区 留言数相当多 留言区变得有一点点意识形态了 我觉得有一点点 甚至还有人扯到政治 完全这不是我的本意 看了有一点点的难过 希望大家还是 我们专注在客观的事实 科学家思维 科学家思维 柏林非常的感谢你 ありがとう 再来WW WW说内容非常棒 需要这种质量高的podcast 想了解电玩和色情 带来的负面影响 我想我没有办法 在这时间一时之间回答 关于你后面提到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之前的podcast里面 有稍微提到一些 我相信这些资讯量就也蛮够了 WW有机会的话 我在如果有机会 有更多的资料的话 我或许可以再做一集podcast 来回答你的问题 但是首先非常的感谢你 All right 惠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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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sephine 感谢你 总是很感谢你的 惠芬说 Hi JR 真开心 很开心 非常开心 你回来了 虽然一个月的时间不是很长 也不知道你是否有充饱电 有的 有的 但是听到听众对你的回应 只能说你太有影响力了 这些听众把我想说的话都说光了 使我无话可说了 哈哈哈哈 那后来呢 惠芬又说呢 Hi JR 你真的是用心制作节目 谢谢你的资讯 听完这集之后 他讲的也是针对这个 为什么男生越来越废这一集 他说 听完之后 我才知道 我的小儿子打电动是投入行 而不是上影行 真是太冤枉他了 May you shine for the Lord 我们不要再冤枉你的儿子了 然后这个 讲到这个投入行 电丸当然有成影 那他有四个频段的 四个频段的标准 其中一个是 这个 是不是跟真实的社交世界脱钩了 是不是有戒断症状 有四个 我没办法一时之间全部想起来 但是 依据这四个症状呢 可以去决定 这个人是不是电丸成影 那电丸成影 跟电丸投入 这是不一样 投入行的人士 他可能花了很多时间在打电动 可是他并没有因此 断了他跟真实世界的社交活动 他可能在真实世界里面 还是很活跃的 跟父母的关系还是很好的 他不会 针对自己打电动的时间撒谎 他不会有 戒断的症状 比如说有些人不准他打电动之后 他就开始暴怒 易怒 他没有这些现象的话 可能单纯他只是很投入 这就叫做电丸投入行 那 大学的时候的我呢 也是电丸投入行 我可以打很多 但是我玩社团 玩戏学会也是玩得很凶这种 好 所以我们就不要再冤枉 惠芬的小儿子了 如果你有听到的话 妈妈是爱你的 God bless you too 惠芬 Tama Tama又来了 Tama 非常感谢你 又看到你好开心 Tama说 Thank you Love and peace Thank you too Tama 奇多 奇多感谢你 奇多说 谢谢JR满满的正能量 为这个世界注入一道光 Wing 这个Wing 特效是我自己家的 他说 你很认真做频道 让我们夫妻俩收获良多 奇多是先生吗 还是太太 真的 首先我真的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夫妻俩 给我很大的帮助 很感动 然后我很开心 坦白讲 我更开心的是 我传递的这些知识 或研究也好 这都不是我自己的内容 这我只是我整理出来 给大家的 对于你们 对于你们的家庭 对于你们的孩子也好 是很大的帮助 这件事情我最开心 所以奇多夫妇 真心感谢你们 Muchas gracias Merci beaucoup 再来可爱小熊 嘿 小熊 小熊说JR生日快乐 对我是十月宝宝 感谢你 他也说祝福您 全家平安健康 谢谢你一直以来的陪伴 小熊 非常的感谢你 希望你的身体更健康 真的心情上也更愉快 加油 再来呢 Monica Lynn一家人 Monica Lynn 他们说 一家人说呢 谢谢JR制作 优质的节目 一直陪我走过 生命的起起伏伏 及忧郁的状态 目前要开始新的生活 今日看到你的新影片 Z世代忧郁症的主题 比起常常滑的短影音 更有深度 及更有自我思考的机会 祝福平安快乐 好那Monica的一家人 希望你们都能够 很健康平安 包含心理上的健康 这个希望不要忧郁 这个 要知道 我知道 这个我可以理解 当人陷入忧郁的时候 没有人可以理解 他们的内心世界的 但是要请你知道 我们都在 神也都在 All right Bless you God bless you You and your family 再来 佩琴 刘佩琴说 谢谢你 加油加油加油 每次收听您的节目 都能收获满满 请收下我的膝盖 这样是不是就要装 人工膝盖了 是不是 佩琴 膝盖你留着 你的加油 我收下了 感谢你 佩琴 再来 田田汪 田田汪说 喜欢JR Lee的口条 和研究方向 即使有小小小的错误 因为上次我把 Jonathan Haidt的名字 念错了 这也是听众 回馈给我的 非常感谢这个听众 Jonathan Haidt 我讲成Jonathan Haidt 不是haid 是haidt 他说 即使有小小的错误 还是觉得你好用心 God bless you 田田汪 感谢你 再来 SPZ SPZ说 刚刚听完第54集 第54集就是 我们这个 为什么现在的男生 越来越废 有人 是有其他人说 内容很好 但是标题挡 没办法 现在的标题 都要稍微下得 比较有吸睛的 吸睛的条件一点 不然真的 没有人很想要看 但是内容是好的 这是最重要的 OK SPZ说 蛮有感动的 网路上认识的人 看不到表情 和肢体语言 真的蛮缺乏一种真实感的 尤其在出社会之后 觉得自己更渴望 和人面对面的交流 而不是网路上文字的聊天 QQ SPZ加油 我们一起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我现在也是 我现在真的不知不觉 越来越少在用 Instagram YouTube 真的变得很少在用Instagram 很多的时候 我都是直接出去找我的朋友们 或打电话给人 这样子 我觉得这是更健康的 我们一起加油 最后一位 Hania Hania说 JR 我也是一位爱主的基督徒 God bless you Jesus loves you Hania说呢 非常感谢你为神在世界发声 就像今天的题目一样 男性要站起来 男性要兴起 愿神帮助 在这里也愿神祝福你的节目 收视长红 也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 愿与神同行 神必赐你力量 All right Bless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Hania 男生的确上一期Podcast 我们就提到说 男生因为各种原因 现在变得越来越多的挑战 特别是青少年男性 但是一个社会 从来都不是零和游戏 性别之间不是零和游戏 不是说女生不好 男生就强 女生强 男生就会变弱 而是男生女生都必须要好 这个社会才会好 一个家庭里面爸爸要好 妈妈要好 孩子才会好 这是我想要传达的 并不是 因为上期Podcast的留言 就实在是太精彩了 就有人就说 这个怎么样 就不提了 但我的重点是 男性女性都要好 All right 这才是重点 从来都不是零和游戏 我们是可以双赢 可以win-win的 All right And that's the podcast for today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podcast 也希望对于 有在公司行号里面当主管的 或者是你 甚至是你在学校里面 你在带团队报告的 你身为一个领导人的 社团的社长也好 系学会的会长 都可以 都对你们有帮助 All right Thank you guys very much We will see you guys next episode This is the JRD Podcast Every Monday 6pm and 8pm On Spotify Apple Podcast YouTube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 讲太多了 Bye bye God bless you all